大家好,欢迎来到我的频道,今天要给大家分享这样一个故事。 疼了多年的女儿,竟是丈夫的私生女,她真正的母亲是我的好闺蜜,而我的亲生儿子却被拴着狗链,日日生活在猪圈的稻草堆里。 我一朝报复,让这对狗男女下了地狱,不知道在床底下藏了多久,我腿都抹了。 我听着他们激动到几乎失控的声音,眼泪不自觉地往下掉。 承烟烟喘喘着气说,快点熬到手术以后吧,我就能和你还有瞧瞧团圆了。 真希望这一天快点到。 你放心,蓝一已经联系好了,就差钱,她爸妈能搞定。 李清的声音极尽温柔。 承烟烟轻笑一声,我听到他们俩又吻在一起。 瞧瞧,那是我的女儿,凭什么和承烟烟团圆? 他们两个踩碎了我的婚姻和友情,现在连我女儿都不放过吗? 我结婚几年,为了这个家掏心掏肺,付出无数精力和金钱,难道只是为了给他们团圆当垫脚石的? 他们终于穿衣服了,发出嘻嘻苏苏的声音。 承烟烟娇笑起来,问,你觉得在这方面,我和蓝一哪个好? 这还用问吗? 小笨蛋,蓝一就是块木头,要不是看她家里有钱,对我死心塌地,还会照顾人,谁会跟她结婚呀? 她呀,就是个田狗,骨子里的犯贱。 哎呀,你好坏。 我愣住了,趴在冰凉的木地板上,眼睁睁看着他们离开。 李青和承烟烟胡来一场,最后走的时候还不忘给我把床单弄干净。 垃圾桶也被清理过,一点把柄都没留下。 难怪结婚几年,我什么都没察觉,还一直以为李青是专艺少有的好男人。 但这一天,幸福的美梦破碎了。 手机响了,我的手都在抖,差点没接住。 是李青的号码。 喂,老婆,你在哪儿呢? 她叫得还是那么亲热。 我闭了闭眼睛,我在新房子这里。 果然,电话那头的她呼吸都收紧了,过了好一会儿才问,老婆你去新房子那边干嘛。 你什么时候去的? 刚到。 我故作轻松,你今天回来过了。 我怎么听楼下门卫说,好像看见你了。 李青慌了神,怎么可能,我今天都在医院,你不是说回娘家借钱去了吗? 乔乔的手术费还等着凑呢? 你借到了吗? 想到之前经历得一幕幕,一股恶心油然而生。 我来了剧,没借到。 没想到李青暴跳如雷。 你怎么回事,蓝医? 难道不知道女儿躺在医院等着你的钱救命吗? 你这样,怎么配当一个妈妈? 你难道要眼睁睁看着瞧瞧去死? 一口恶气,差点没上来,我死死咬着下唇,几乎咬到破皮出血。 见我不说话,李青这才意识到自己语气重了,忙又软了下来。 依依,我不是故意的,这不是为了女儿的手术我着急吗? 你别跟我生气,好不好? 听着她黏腻的声音,那股恶心的感觉更重了。 前我会想办法的,我先去我爸妈那边,再想想办法。 听我这么说,李青没有半点怀疑,还叮嘱我跟我爸妈好好说,能多借一点就多借一点。 匆匆挂断电话,我并没有去父母家,而是敢去女儿的病房。 我心里有个巨大的谜团,一天不解开,一天都沉浸在提心吊胆里。 去医院的路上,我满脑子都是关于女儿乔乔的一切。 我女儿李乔乔有心脏病,即便这样,她依然是我捧在手心里的宝贝。 为了能让她活下去,这么多日日夜夜,我尽心尽力。 每日三餐亲手制作,从没有错过一天。 我专门为了她请家教,每一天的学习都有我的身影。 我已经数不清,这些年,我们母女前前后后去了多少次医院,每一次都是我陪着她。 李乔乔就是我的命,我已经给了孩子不健康的身体,我不能再给她有任何遗憾。 无论如何,我一定要守护好我的乔乔,不让她受到任何风雨的打击。 走到病房门外,我发现里面竟然早就有人在。 是程奄奄和李青。 程奄奄坐在床前,正在抽气。 李青就在她身边环抱着她,看起来这俨然就是一家三口。 我的心疼了起来,瞧瞧是我女儿。 是我十月怀胎生下来的亲骨肉,程奄奄再怎么装腔做事,假的就是假的。 我忍得心口发疼,就快忍不住冲进去和她们当面开丝时,瞧瞧醒了。 看见女儿,我心头一软。 我不能让成年人的事情去影响孩子,何况瞧瞧还病着。 突然,瞧瞧坐起身子,搂着程奄奄的脖子甜甜地叫了一声, 妈妈,你怎么来了? 顿时,我头晕目眩,差点一头栽下去。 难以相信眼前看到听到的一切。 我捧在手心里疼爱了几年的女儿,居然对着小三喊妈妈。 这比发现理清外语还要让我无法承受。 我强撑着稳住身体,一定是我误会了。 程奄奄和理清这对狗男女会演戏。 她之前就说过,要给我女儿当干妈,所以瞧瞧才会喊这一声妈妈。 我想敲门进去,只见程奄奄那吃一块油腻的巧克力蛋糕送到乔乔嘴边。 我没想太多,直接冲了进去。 病房里的三人被我吓了一跳。 理清看见是我,叫起来,你有毛病啊? 不是说回娘家借钱去了吗? 你怎么又来医院? 她看我的眼神是浓浓地嫌弃。 我心口一疼,努力控制住情绪,对程奄奄说,瞧瞧在准备手术,不能吃这种糖分太高的食物,对她心脏不好。 只吃一点而已,没问题的。 程奄奄说,蓝一,你就是这样太古板了,孩子才会一点快乐都没有。 你看看,瞧瞧被你管的,都不会笑了。 我不想跟这个不要脸的小三多说什么,朝着瞧瞧伸出手,把蛋糕给妈妈。 我不,这是奄奄妈妈给我买的,我想吃。 瞧瞧紧紧抓着蛋糕不放。 给妈妈,不要让我再重复第二次。 我不要,瞧瞧很抗拒,你每次都这样,不让我做这个,不让我吃那个的,你真讨厌,我不要你这样的妈妈。 我的指尖扣尽掌心,生疼生疼,却疼不过这会儿的心。 我再也没想到,瞧瞧居然说讨厌我,不要我,旁边的程奄奄流露出得意的眼神,嘴上却很温柔。 要不,还是算了,瞧瞧,把蛋糕给她吧,下次妈妈再给你买别的。 她是我女儿。 我再也忍不住,冲着程奄奄大吼。 程奄奄捂着心口,一脸惊恐。 李清出来护着她,我看你,真是有病了,突然这么大声干什么? 吓着孩子和奄奄了,还不快点给人家道歉。 人家好心好意买蛋糕来,惹你了吗? 到底会不会做人,有没有礼貌啊? 我的泪一下子涌出来,心都碎成渣了,丈夫我是指望不上了。 我看向乔乔,宝贝,把蛋糕给我,等你身体好了,妈妈会带你去吃更好吃的。 离乔乔皱眉,直接紧紧抱着程奄奄的胳膊,我就要吃奄奄妈妈给我买的。 哎,我的乖宝贝。 程奄奄也伸手抱着乔乔。 他们俩在我眼前相拥,一抚母子女笑的画面。 我眼前一黑,没等我缓过神来,瞧瞧又说,你要给我奄奄妈妈道歉,她刚才被你吓得不轻,你要是不道歉,我就不要你这个妈妈了,反正我已经有奄奄妈妈了。 你,我几乎说不出话来。 李清大概是怕被孩子说漏嘴,赶忙打圆场,孩子不懂事,你也不懂事吗? 本来就是你没礼貌在先,好了好了,你还是先回去吧。 可是,乔乔晚上还要人陪护,我的话还没说完,离乔乔就嚷嚷开了,我要这个妈妈陪我。 这个妈妈指的是正在抱她的成奄奄。 不能再看了,再看一眼,我怕自己活不下去,我不记得自己是怎么离开医院的,只知道嘴唇都被咬破了,身体上的疼都不如心里的绝望。 在这一天,我丈夫和我闺蜜出轨,我女儿任这个小三当妈妈。 我付出的一切,好像只感动了我自己,回到家中,我坐在窗前一直坐到天黑,把过去到现在的点点滴滴全都梳理了一遍。 十年前,我和李青结婚,婚后第二年,生下女儿乔乔,产检时一切正常,但生下来的孩子却患有先心病。 我知道即便最先进的医疗技术,也不可能保证孩子百分百没问题,所以当时我没想过是医院的问题。 孩子不健康,我也是一周后才知道的。 因为生产时,我遭遇凶险的羊水栓色,差点连小命都丢了,醒来后,孩子已经出生七天了。 李青告诉我,女儿被送往儿童医院新生儿重症科。 从此,我们夫妻俩走上了漫长的求医道路。 悄悄地病情严重,会随着年纪的增长而不断加重,需要家庭极致地呵护。 孩子今年八岁了,将近三千个日日夜夜,都是在我丹经节律中度过的。 我用尽心力呵护的孩子,为什么会对程燕燕那么依恋? 这不对劲,我想不明白。 这时候,我才突然意识到,悄悄没有一处长得像我,反而眉毛鼻子像李青,那眼睛和下巴就像和程燕燕一个模子拖出来的。 之前他们拿这个开玩笑,我还没当回事,只当是我和程燕燕关系要好。 走动多,巧巧出生后,程燕燕也常来看望我们母女,所以巧巧才跟她亲近相像。 现在想来,如果巧巧不是我的孩子,那我的孩子现在在哪儿? 他们两家人精心设计了这样一个局,到底图谋什么? 我一阵透骨的恶寒。 咔嚓一声,门响了。 李青回来了。 见我在家,她好像显得很意外,我还以为你今晚在你爸妈家吃饭了。 钱借到了吗? 钱,又是钱。 提起这个字,我内心一阵憋门。 转过脸不看她,我死死扣住掌心,用疼痛迫使自己冷静下来。 我说,借到了,但金额比较大,我爸妈还需要跟银行预约,估计得晚几天拿到。 好,辛苦你了。 李青似乎很累,敷衍了两句,就回房睡觉了,半点没察觉到我的异常。 我心底冷笑,能不累吗? 女儿在医院,她还有空和程燕燕颠缭捣缝,真是身心俱疲啊。 我握紧手机,拨通了一个号码。 喂,你帮我查一下,当初我生孩子时的情况,不要错过任何一个细节,我怀疑李乔乔不是我的女儿。 那一夜我就睡在了沙发上,亲身经历过李青和程燕燕的苟且,再让我和她睡在一张床上,简直恶心到想吐。 半睡半醒,我心事沉沉,根本无法彻底安眠。 我想起了很多关于过去的事情。 我和程燕燕是中学同学,从初中到高中,期间还做了四年的同桌。 后来,大学又考到同一座城市,同一个大学城,只不过不同校。 那段青春过往,我和程燕燕就像亲姐妹一样,到哪儿都一起。 我从没想过,有一天我视为亲姐姐的程燕燕会背叛我。 然而,我想得太简单了,这何止是背叛,是在我身后狠狠捅了树刀。 我后背都血肉模糊,还全然不知,还在替他们一家卖命。 而我那可怜的亲生骨肉,不知道还在不在这个世界上。 调查李青和程燕燕的同时,我也没闲着,一边忙着借钱,一边找了家机构做亲子鉴定。 我加了钱,结果出得很快。 好友梦香电话告知我,结果出来时,他的语气艰难。 他说,你要有心理准备,我苦笑,没有心理准备的话,我也不会做这个鉴定了。 拿到报告一看,仿佛有盆冰水给我从头浇到脚,冰寒刺骨,被大太阳晒着的正午我都忍不住浑身颤抖。 黎乔乔果真不是我的亲生女儿。 梦香无法理解,怎么可能? 是不是医院报错了? 我抽出另外一份检查报告,递给他看,不是。 梦香看见上面写的内容惊呆了,这,这是,我做了两份检查,一份是我和黎乔乔,一份是程燕燕和黎乔乔,结果你也看到了。 我眯起眼睛看着前方,眼前一片茫然。 程燕燕就是黎乔乔的亲生母亲。 所以,我的孩子在哪儿? 我十月怀胎,差点丢了半条命的孩子,如今又在何方? 我精心养成燕燕的女儿这些年,她们有好好对待我的孩子吗? 我一定要找我回我自己的孩子。 梦香也明白了,李清这个该死的,她和程燕燕一开始就好上了,那为什么还要找你,还跟你结婚? 这不是害人吗? 李清为什么和我结婚? 这个答案不难猜。 因为我和程燕燕比起来,我学习更好,家世更好,模样也更漂亮。 程燕燕虽然活泼开朗,但毕竟农村出身,父母务农,家里还有两个哥哥。 我结婚后,她父母又生了个老来子,作为家在中间唯一的女孩,程燕燕并没有获得多少关注,因为那是个重男轻女的家庭。 为此,认识这么久,我没少帮她。 我一直认为,好人会有好报,但我没想到我付出的一切换来的是两头狼的疯狂掠夺。 李清这男人是不能要了,程燕燕这个好姐妹也是过去式。 同样的,李巧巧这个闺女我也不稀罕了。 拿到鉴定报告的第二天,我委托人查的资料也发到我的邮箱里。 看着资料里的一切,我仿佛掉进了冰窟窿里。 跟我想的一样,当年我和程燕燕差不多时间怀孕,同一天生产, 但程燕燕的孩子生下来就有先心病。 她哪里有钱给孩子治病,况且又是这么严重的疾病。 一般人家治疗都要倾家荡产。 李清也不可能在我没有察觉的情况下,把钱给程燕燕。 最后他们就想出了狸猫换太子这一招。 李清花钱找人摆平了这件事,反正他是两个孩子的父亲。 而当时我又在抢救中,根本没人察觉到, 他将这件事办得神不知鬼不觉, 只在醒来后骗我相信程燕燕孩子体弱,没活下来。 看到这里,我泪如雨下,努力控制住情绪。 我买了个匿名邮箱,又去新房子和旧房子安装了监控。 监控连着我新买的平板,这一切李清都不知情。 监控拍到的第一段香烟视频,被我打包好,一并发给了程燕燕的邮箱。 我设定了一个定时,这将会是绝妙的惊喜。 我又给医院方面打电话,让他们暂缓李巧巧的换心手术。 李巧巧的身体一直都是我在条理照顾,没有人比我更清楚。 换心是最后也是最好的治疗方案,但如果不换,只要大笔大笔的钱往下砸,还是能保住他这条小命的。 别怪我冷情,这几年我对他也是尽心尽力,之后就看他的亲生父母愿不愿意给他花这个钱了。 做完这一切,我去公司消假,把手里原本打算给李清的股份收回,然后装作出差的样子。 我给李清留了条信息,就把手机关机了。 我突然地离开,给李清和程燕燕一个措手不及。 他们都等着我给钱呢,现在连我人都没了,医院那边也暂缓了手术计划,把最新的心缘给了其他的病人。 他们急得跳脚,在我家里大吵大闹。 我静静看着他们越吵越凶,心里痛快到了极点。 等了两天后,我重新开机,李清一通电话打进来。 我接了。 蓝一,你特么终于接电话了。 这几天,你死到哪里去了? 我就没见过你这样的女人,居然放着生病的女儿不管不问,自己跑出去出差了。 你还是个人吗? 你赶紧给我滚回来。 在医院的账户上存够三十万。 要不然,她怒火中烧,骂得好一阵痛快。 我冷笑,要不然什么? 要不然,我们就离婚。 让大家看看你是怎么当妈妈的。 好呀,离婚呗,反正我也累了。 这些年,我为李巧巧做得对得起她了。 我张口就来,冷冷道,离婚协议书我会寄给你的。 请你收到后,抓紧时间签了,别耽误彼此时间。 说完,我就把电话挂了。 李清像疯了一样给我电话,我一个没接。 她见打电话行不通,开始给我发消息,一条接一条。 我翻开看了看,无非就是在骂我没有良心,要抛夫弃女。 要么就污蔑我外面有人了,还对家庭不负责,各种骂骂嘴脸,让我好笑又恶心。 这就是我无怨无悔,爱了这么多年的丈夫呀。 一张梦醒,真正的傻瓜竟然是我自己。 我又晾着他们几天,算着时间差不多了,我动身回去。 这天,公司开股东大会。 李清和程燕燕一定都在,因为当初也是我把他们俩一手弄进来的。 这个错误已经铸成,我就要重新推翻,让他们哪儿来的滚哪儿去。 当我推开会议室大门,程燕燕正在台上对着PPT演讲。 看见我,她和李清脸色都很难看。 蓝一,你怎么才来啊? 你知不知道这些天李总找了你多久? 程燕燕一脸为我好的模样,你赶紧跟她道个歉吧。 对了,医院那边的医药费交了吗? 我帮你垫了两万块,你不用急着还我,有钱再说。 她一副温柔体贴的模样,看得人好想吐。 李清冷哼一声,还知道回来,真是什么人都能当妈了。 放着生病的女儿不管,现在还有闲情意志往公司跑。 我笑了,孩子的亲生父母都不着急,好像也轮不到我这个戴绿帽子的人着急吧。 会议室里一片沉默。 程燕燕脸淡胀红,你,你胡说什么呀? 蓝一,你我多年好友,你怎么能这样污蔑我? 我笑而不语,静止走到椅子前坐好,我又没说是谁,你干嘛这么急着对号入座。 程燕燕脸色一沉,连带李清都面色不渝。 我盯着PPT,那上面的内容连接着程燕燕的电脑。 见我不再开口,李清还以为是我服软了,又是一句难听的话冒出来。 有些女的,整天不知干什么,家庭不顾孩子不问的,天天在外面了,推卸责任,给人泼脏水,倒是能干。 程燕燕也一副正义凛然的样子,我要是和李总有什么,就让我出门被车撞死。 我清清白白一个大姑娘,怎么能被你这样侮辱? 兰一,亏我还把你当朋友,你就是这样对我的。 她一边说一边落泪,好一副楚楚动人的模样。 李清护花心切,沉下脸对我呵斥,兰一,还不快点跟人家奄奄道歉。 我才不搭理这对狗男女,眯起眼睛,心底莫属着。 三,二,一,下一秒,程燕燕的电脑桌面上跳出一份邮件提示。 每等程燕燕关掉,邮件内容就自动播放起来。 那里面是一段视频,程燕燕和李清在我新房子里优惠的画面。 尺度之大,让会议室里每个人都惊掉了下巴,任谁都不能说他们俩只是朋友关系了吧。 我慢慢鼓掌起身,学着刚才程燕燕的语气说,好一个清清白白的大姑娘,程燕燕,亏我把你当成好朋友,你就是这么对我的。 好大的一顶帽子呀,差点把我给埋了。 你,李清再也没想到,自己和程燕燕的地下情会以这种方式展现。 原因很简单,因为我在这封邮件里藏了一份病毒。 只要一发到程燕燕的邮箱里,就会自动跳出来播放。 李清好不容易在公司里坐到这个位置,正是树立威望的好时机,却被一场会议彻底毁了。 公司高层们对他们俩怒目而逝,连一声招呼都不打,直接起身离开。 他们对李清本来就喜欢不起来,要不是我当初一力扶持,他怎么可能有今天的风光。 会议室里只剩下我们三个。 我笑了笑,两位,收拾一下从这里滚蛋吧。 你别忘了,我也有公司股份的,你没资格让我走。 李清满脸阴霾。 那个呀,我忘了告诉你,我已经撤回赠予了, 现在这公司跟你半毛钱关系都没有。 我弯起嘴角,指了指大门,门在那里,要我请你们离开吗? 李清顿时面如死灰,程烟烟还想说什么,我懒得再听,直接叫来保安他们俩丢了出去。 在来会议室之前,我已经让人把他们办公室的东西打包好,现在刚好一起扔了。 我站在台阶之上告诉李清,下周一,民政局等你。 李清怎么可能乖乖跟我离婚? 毕竟还没从我这儿拿到他想要的一切。 程烟烟是他喜欢的,李巧巧是他的亲生女儿, 但这些都比不上和我在一起时的荣华富贵。 李清养尊处优惯了,让他再和程烟烟过那种平凡的生活,他根本忍不了。 先是诱惑,然后不断求饶。 我看着他发来的短信,不由的感慨,人真是多变的,李清就是这样。 不过,还不够,我还在等他走最后一步棋。 这天,他和程烟烟放大招了。 我刚出家门,一个小女孩就紧紧抱着我的腿。 妈妈,你为什么都不来医院看巧巧了? 你不要我了吗? 这是,我之前视为亲生女儿,无私付出的李巧巧。 一看见她那张小脸,我的心就忍不住又疼又苦涩。 那全心全意付出的几年不是假的, 要说对这个孩子没有半点感情,也不可能。 正因为这样,这些天我才避开李巧巧,只针对李清和程烟烟。 没想到啊,这对狗男女竟然还是把孩子推到了我面前。 我不会忘记她搂着程烟烟叫妈妈的画面。 但我眼前浮现的都是幼年时期的她,那样无助可怜依靠着我。 我摸了摸她的头发,你怎么从医院跑出来了? 你爸呢? 爸爸说,妈妈不要我了。 李巧巧哭得很厉害,她有心脏病,不能这样情绪激动。 我在恨李清和程烟烟,但心里也明白这件事其实和孩子无关,所有的一切都不是她造成的。 我蹲下来,抱了抱她。 我要送李巧巧回医院,但她抱着我不撒手。 我没辙,只好让她留在家里住一晚。 这一晚,我们就和从前一样,我给她做饭洗澡,给她讲故事唱歌。 仿佛之前的种种从未发生,我们还是云云众生里最平凡的母女。 温馨的画面总是短暂的,半夜我不放心,李巧巧独自一人,于是悄悄起身查看。 这一看,我恰巧撞见了她和程烟烟打视频电话。 李巧巧手里不知何时多了一块电话手表。 妈妈,你放心吧,我肯定圆满完成任务。 她对着电话那头的程烟烟开心汇报,那个女的没有察觉呢,还是我厉害吧? 我就知道,她把我当亲闺女一样看,嘻嘻嘻。 程烟烟满意了,还是咱们巧巧厉害,你就待在她身边,等她出钱给你治好病再走,知道吗? 放心吧,妈咪。 那咱们说好的,我要是乖乖配合,你就给我买那个名牌连衣裙,三万块一条的那个。 好好,一定给你买。 听到这儿,我浑身冰凉。 虽然早就知道,李巧巧的心可能不在我这儿,但我无论如何没想到,这个我全心付出的孩子竟然这样对我。 在她的嘴里,我就是那个女的。 多么可笑。 结合刚才听到的一切,在联系之前的事情想一想,我都明白了,因为李巧巧有心脏病,很多事情我都严令禁止她参加,自然也包括了不给她买太贵的衣服,太奢华的首饰。 但是,我的家教告诉我,简朴是美德,一个小孩子完全不需要什么奢侈品。 但程燕燕就不一样了。 每次来看,孩子都提着大包小包,买的东西都是大牌。 难怪,左右一对比,再加上程燕燕是她亲生母亲,李巧巧心中的天秤当然朝着她们那边倾斜。 鼻尖一酸,我的眼泪还是没能忍住。 轻手轻脚回到房间里,我缓了好一会儿。 我对自己说,这样也好,斩断了和李巧巧的母女之情,接下来的事情我才好办。 天还没亮,我就带李巧巧回了医院。 这孩子一脸天真的对我说,妈妈,你这次可别忘记存我的医疗费了。 我什么时候能做手术呀? 我好想早点治好,早点能跟妈妈去游乐园玩。 我语气和往常一样,眼神却冰冷,会的,你别急。 李巧巧到底是小孩子,她只知道骗我,却没料到已经被我发现。 我直接给她办了个转院,还没通知李清和程燕燕。 做完这一切,我等着鱼上钩了。 果然,那对狗男女发现孩子不见了,又急又怕。 李清直接找上我,连着几个电话没接,她就堵到我家门口。 自从跟她提了离婚后,我就把电子门的密码锁换了,她根本进不来。 这会儿,她用力拍打我家大门。 蓝一,有什么事,你冲着我来,不要对一个孩子下手。 你把巧巧弄到哪儿去了? 我开了门,李清猝不及防,差点摔倒。 我冷笑,巧巧是我的女儿,我给她转去更好的医院。 天经地义啊,你为什么这么激动?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? 她气急败坏。 因为我要跟你离婚,孩子的抚养权要在我这里,我不告诉你不是很正常。 我笑了笑,反正你这个当爸爸的从来也没给孩子交过治疗费。 你,她气得哑口无言。 估计这两个人无论如何都没想到,我会凭着李巧巧名义上母亲的这个身份彻底带走这个孩子。 就算李清愿意,程燕燕也不会答应。 李清突然神色一变,冬得一下跪在我面前。 我们多年夫妻,这次是我鬼迷心窍,都是那个程燕燕不安分,她主动勾引我。 那天我又喝了点酒,这才,她突然左右开弓,狠狠给了自己两巴掌。 老婆,你原谅我吧,巧巧不能没有爸爸。 我不要离婚,不要。 你不爱程燕燕? 当然不爱。 我心里只有你。 那种贱货谁会跟她玩真的,我又不傻。 看着李清这副模样,我悄悄把手伸进口袋,将正在通话的电话挂断了。 程燕燕听到李清的这段真情告白,会是什么滋味呢? 我突然很好奇。 这一晚,我还是让李清进门了。 但我没有让她进房间。 跟往常一样,我给她做了晚饭,就像之前共度的那些晚上一样,我们一起共进晚餐,还聊了很多话题。 李清一定以为我对她旧情难忘,不会再坚持离婚。 她不知道的是,给她的那碗饭里,我特别加了一些镇定计。 吃完后,她会睡得很香。 当晚,我走到客厅,看了一眼睡得像死猪一样的李清,用她的指纹解开手机。 果不其然,这狗男人的微信上好多都是程燕燕发来的消息。 程燕燕,你敢跟蓝衣说你不爱我? 当初是谁追的我,又是谁跟我发誓,让我做你背后的女人的? 程燕燕,蓝衣哪里比得上我? 不就是会投胎吗? 我要是有个有钱的父母,也不会像今天这样。 程燕燕,她到底把我女儿弄到哪里去了? 程燕燕,李清,你说话呀。 我刚看完,程燕燕的视频电话就打进来了。 我不动声色地挂断,然后以李清的口吻回复,别闹,蓝衣在睡觉。 程燕燕气坏了,连发好几条语音。 我又回,我刚把她哄好,她给乔乔转院了。 我这么说,不是为了咱女儿吗? 程燕燕这下情绪缓和多了。 她说,好吧,那乔乔现在在哪家医院? 我都好些天没看见她了。 我,我尽快把信息套到。 我,对了,蓝衣亲生孩子的事情你没跟她说过吧? 打出这行字时,我的手和心都在颤抖。 没错,我等的就是这个机会。 调查过去的事情我花了不少钱,现在仍在进行中,但我等不了那么久了。 我敢肯定,这对狗男女一定知道我亲生孩子的下落。 我看着对方正在输入中的提醒好几次,终于等到了程燕燕的回复。 她说,当然没有,我们说好的把孩子丢到我老家,蓝衣怎么可能发现? 嘻嘻嘻,那可是我弟弟呢? 看到这儿,我脑中嗡的一声。 难怪我查不到,原来程燕燕竟然拿我的儿子当了她父母的老来子。 我冷静下来,还是以李清的口吻对程燕燕说,我把蓝衣红好了,她答应给我公司股份和一大笔钱,咱们什么时候去你老家吧,我都没见过你父母。 程燕燕不想回老家,因为那代表了她不堪的过去。 与她相处多年,我了解她的性格,下一句发给她的话就是,也让你爸妈和那两个哥哥看看,你现在有多风光。 这话彻底打动了程燕燕。 我又借着这几天要忙着拿钱为由,让程燕燕别联系李清。 找到梦香,我做了一番筹划。 李清这边,我也极力展现出温柔,好让她以为胜利在往。 三天后,我准备好一切,先去了一趟程燕燕老家。 远远地看见那栋破房子前面,一个又黑又瘦的小男孩正在喂鸡。 她的胳膊很细,个子很矮,头发稀稀拉拉,都是枯黄色。 身上的衣服也破破烂烂,像是从垃圾堆里捡回来的。 大概是喂鸡的动作慢了点,一个大妈从屋子里面拿了根棍子冲出来,对着孩子就打。 让你打的水呢?还在这里磨羊工? 当初就不该答应那个赔钱或养你。 养你有啥子用? 老娘又不是自己没儿子,我眼泪一下子涌出来。 那就是我的亲生儿子,我冲过去紧紧抱着他,带来的保镖也很快将成母拦下。 你什么人?成母瞪着掉三角眼。 我是来帮您说亲的。 我微微一笑,您家有个女儿叫程燕燕,对吧? 我替你们村头的老锅头提亲来了,她看上你闺女了。 我呸,老锅头家里连头猪都没有,也想娶我闺女。 我把一叠钞票放在她面前,成母眼睛都直了。 这是五万,事成之后,我再给你十倍。 我说,不过我希望阿姨能帮我一个小忙。 我说着,又从口袋里摸出两个沉甸甸的金镯子。 成母立马喜笑颜开。 好闺女,你说吧,要大妈帮你什么忙? 从程燕燕老家离开时,我带走了我儿子。 这个从小没上户口,到了八九岁,连一天学都没上过的孩子,切生生地跟在我旁边。 她不敢靠近我,小小的人瘦得不行,越发衬的那双眼睛更大了。 她甚至连个名字都没有,成燕燕的爸妈就管她叫赖狗子,平日里就让她睡在猪圈旁的稻草堆里。 他们还给她拴个狗链子,说这是成燕燕的主意,怕孩子跑了。 了解到这些情况,我心如刀割。 我对李乔乔掏心掏肺得好,成燕燕却把我的儿子当成畜生一样。 太恨了。 我送儿子先去医院做了个检查,医生告诉我,孩子严重营养不良,浑身是伤,胆小怕人,连话都不怎么会说。 当我掀开儿子那破烂不堪的衣服时,眼泪瞬间落下。 我心爱的宝贝啊,我拼了半条命才生下的孩子呀。 他浑身上下没一块好皮,都是一些陈年旧伤。 甚至有些地方才刚刚结痂,上面又添了其他的伤口,别说碰一下了,哪怕吹一吹都能疼得他浑身发抖。 作为母亲,我怎么能放过那对狗男女? 我给儿子制定了最好的治疗方案,又把他暂时托付给好友孟香。 孟香来看过孩子,当时眼眶就红了。 他拉着我的手,语气横横,你准备怎么收拾那两个贱人? 他们这么对我和我儿子,不让他们坠入地狱,我怎么甘心? 我冷笑,等着瞧吧,好戏要登场了。 在我的设计下,李清还是带着程燕燕回了趟老家。 因为我对李清说,人家程燕燕跟了你这么久,拖到三十多岁都没结婚,要想了断关系就必须去人家家里一趟,好好给笔钱,把这件事解决。 我亲自送他去了机场,来回的车程都是我安排的,李清就算想跑都来不及。 而我呢,就跟在李清后面,看着他和程燕燕碰面,看着他们一起转车回了程燕燕那山里的老家。 我特地在程家隔壁借了两个房间,一间给我,一间给我带来的四个保镖。 我出手大方,山里村民哪里见过这么多现金,当即笑咪咪地收下,还给我送来了热乎的饭菜。 只不过,我对这里戒备极深,他们的食水我一口没碰,吃的都是我自己带的干粮。 终于,我看到程燕燕领着李清回家了,我招来四个保镖,也跟着他们来到屋外。 然后,我听见程燕燕失控的声音,什么? 让我嫁给谁?你们疯了吧?你都三十好几了,还惦记着别人的男人干什么? 程燕是个破罗嗓子,嚷嚷起来很有战斗力,让你嫁你就嫁,人家老锅头彩礼钱都给了。 今晚你就是他家媳妇。 程燕燕尖叫起来,我不要,我已经有老公了,李清,李清,你说句话呀。 透过门缝,我看见程燕燕被他爸妈嫁着,动弹不得。 这些常年累月做农活的人,即便上了年纪,手里的力气也不是一般人能比的。 李清慌了神,叔叔阿姨,你们别这样啊,燕燕是我女朋友,我以后要跟她在一起生活的。 程母一抬眼,那你出八十万彩礼部。 一听这话,我都乐了。 我给程母的差不多价值七十万,她倒是会做生意,到李清这边一下子加了十万。 李清手头哪里有这么多钱? 自从我跟她翻脸后,公司的钱她碰不到,家里的钱又都在我手里,别说八十万了,就连八万都够呛。 见李清迟疑,程母冷哼两声,给不出来就给我滚蛋。 屋子里顿时乱成一团。 我冷眼看着,瞧着时候差不多了,带着保镖推门进去。 李清和程燕燕看见我,眼珠子都快掉下来了。 你怎么? 我不看他们俩,对程母说。 阿姨,我来帮帮你,人家老锅头的新房已经备好了,人过去彩礼前就到位,我看就今晚吧。 程母顿时心花怒放,好呀,好闺女,让你的人把这丫头按住。 程燕燕惊呆了,蓝一,你,我一挥手,保镖把程燕燕和李清控制住。 程燕燕明白了,顿时愤怒地扭动着身体挣扎,嘴里不甘不净地大骂,见女人。 你居然敢玩我,不等我反击,程母上前刷刷,就是四个嘴巴,打得程燕燕脸颊红肿,话都说不出来了。 会不会说话? 你个死丫头,家里供你读书,你翅膀硬了就不回来,这些年也不管我和你爸的死活,现在有点用了,刚好给你两个哥哥在镇子上买房子。 还叽叽歪歪个什么劲啊? 程母一通输出,程燕燕又气又急,直接说不出话来。 她被自己母亲捆起来,送到了老郭家。 一路上,程燕燕都在叫骂痛哭,声音越来越远,直到再也听不见。 李清愣在原地,脸色都变得煞白。 她惊恐地盯着我,你,你都知道了。 拜你所赐,我当然知道了。 我冷冷看着她,谢谢你,这些年给我画了这么大一个饼,让我以为我还有个幸福美满的家庭,榨干我的价值,利用我的一切,还抛弃我的孩子。 李清,程燕燕的下场是嫁给那个老光棍,一辈子都离不开这座山村。 而你呢,听到我的话,她止不住浑身颤抖,连连叫着我的名字,蓝衣,蓝衣,不,不要。 我冲着她冷笑,我已经告诉程燕燕老公了,是你睡了她老婆。 你猜猜,一个四十多岁都没娶上媳妇的老光棍会怎么对你? 李清吓坏了,夺门而逃。 可她忘了,这一路都是我给她安排的车程,她根本插翅难逃。 我在村子里等到半夜,终于看见李清被老锅头抓了回来。 那个平日里儒雅斯文的男人已经被揍得满脸开花,都认不出来了。 城里坐惯了办公室的李清哪里是老锅头的对手,他被打得奄奄一息,最后是我出面让人停下,李清才能捡回一条小命。 我蹲下来,冷冷看着他,识相一点的,就在这个山村里待几年,等我火气消了,或许会考虑不再计较。 如果你提前出现在我面前,我可不保证你会遇到什么。 李清吓得浑身发抖,呜呜直叫,裤子上尿湿一片,狼狈不堪。 天亮时分,我离开了山村。 这一夜,对陈奄奄和李清而言,是挥之不去的噩梦,对我来说,却是涅槃重生的开始。 不让这两个伤害我和孩子的人下地狱,我怎么对得起自己? 陈奄奄是老锅头好不容易娶到的媳妇,据说在成母的帮助下,她被拴上链子锁在家里,哪儿都去不了,生不如死。 李清那一夜重伤,还没好权就被村民丢了出去。 如果再不走,她搞不好能被老锅头打死。 李清也试图报警。 可惜,她是已婚身份勾搭人家未婚女性,被成母倒打一耙,反过来问她要赔偿。 狠狠闹了一痛后,李清赔光了谨剩的积蓄,远走她乡。 这一走就是好些年。 我给她挂了失踪人口,时间一到,就去申请解除婚姻。 我自由了。 至于李巧巧,我做到人质易尽,我交了医疗费,也给她请了保姆护工,但我一次也没去看过。 后来,她不是没有求过我,她的电话我一个没接,短信也没回过。 我只知道,这段回忆对我而言还是痛入骨髓,不愿也不能回想。 李巧巧换新手术后没多久,身体出现严重的排异反应,没撑过半年就死了。 我把这个消息带给程燕燕,看着她坐在黑漆漆的屋子里,她疯了。 不可能,不可能,我女儿巧巧是千金小姐,是我蓝衣的女儿,怎么可能死呢? 哈哈哈哈,程燕燕你这个贱货,你破坏别人婚姻,你不得好死。 她一边笑一边骂,把自己当成了我。 我看了一会儿,悄悄离开。 我走后没多久,程燕燕借着一次程母给她送饭的机会,用筷子捅死了对方。 村民阿姨告诉我,那筷子是程燕燕早就磨好的,对准程母的喉咙,一下就没了性命。 听到这个消息,我给慈善中心捐了一笔款。 振奋人心的好消息,应该大家同乐。 李乔乔死后,我给儿子办理了收养手续,给他取名拦不弃。 这几年,我全心全意地陪在他身边,倾注了全部的心血,让儿子一点点变得越来越好。 回到我身边四年后,他终于可以和其他孩子一样,去学校读书了。 在校门口和儿子挥别,我看着他蹦蹦跳跳的背影,一颗悬着的心总算放下了。 一转身,我看见马路对面的轮椅上坐着一个男人。 我一眼就认出来了,那是李青。 他明显老了很多,不像是这个年纪该有的状态。 这是我最后一次见他,后来再听到他的消息,就是在复告上了。 无名尸体,自杀于城南河,寻家属。 我扫了一眼,心无波澜地牵着儿子回家。 那些黑暗的记忆留在身后,我们母子面前的是灿烂的明天。